上個月 壓制立旗爆發疫情 官方說有6,000多名遊客 被轉移到酒店隔離14天 核酸檢測呈陰性 才可以返鄉 被轉移到左旗酒店隔離的遊客表示 酒店趁機加價 引發遊客不滿 集體抗議 來了許多警察 遊客被逼交完錢才能回家 11月15號 現場影片顯示 在隔離酒店 有遊客拉扯門要出去 保安不給出 還有保安坐在門口擋人 另一段影片裏 遊客都哭 警察打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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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錦先生表示 他們在壓制立旗已經隔離13天 門上都貼了封條 不給出門 之後轉移到左旗又被隔離14天 門上同樣被貼封條 最近大陸前律師李莊發帖質疑 強收隔離費 遭到派出所警察訓誡 李莊還在微博上質疑 異地重複隔離的問題 原帖中說 夾地隔離12天無效 轉移月地再隔離14天 回到家後 丙地也不承認夾月的隔離 又要隔離14天 甚至21加7 同一個國家 應遵循同一步 傳染病防治法 若真在出現 12加14加14加21加7 豈不是成為了笑話